近日就英方声称因嫖娼被深圳罗湖警方拘留的英国驻香港总领馆雇员郑文杰遭酷刑等不公正对待问题 对此深圳罗湖警方公布了案件相关视频 2019年8月9号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雇员郑文杰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 被深圳罗湖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其对嫖娼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8月24号其行政拘留期满被释放 行政拘留期间公安机关依法保障了郑文杰的各项合法权益 在警方提供的视频中清晰完整地呈现了郑文杰嫖娼和忏悔的过程 郑文杰接受警方调查时陈述 他曾在半个月内到深圳罗湖某会所嫖娼三次之多 警方根据其交代的情况对该场所进行调查 查明郑文杰分别于7月23号 7月31号和8月8号到同一场所进行调查 针对前期有媒体质疑郑文杰在拘留期间 警方违反人权不通知其家属和律师的指责 警方向记者提供了一段相关的视频 警方连读今宣传闻和拘留期间 我们已经跟你说了你有决定在通知其家属或者律师 为什么当时会拒绝通知其家属呢 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很丢严 就不太好意思去告訴我家人自己的事 嗯 所以就選擇不去公司的家人 即是現在對你為客人有甚麼看法 你可以說一下 其實很丟臉 很羞愧 因為我想我周圍認識的朋友都想不到我會做這個事情 我都沒有面目去見我的女朋友我的家人 其實是一個很內疚自責的事 我對這件事是深感愧疚自責的 我決意改過不會再犯 從羅湖警方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出 這起嫖娼案件純属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 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警方稱在辦理鄭文杰案件中 警方在對其審訊積壓期間依法依歸 不存在刑訊逼供的情況 另外根據法律規定 鄭文杰於8月24號釋放前 駐左醫生對其身體進行了全面檢查 身體狀況良好 深圳羅湖警方表示 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 任何人違法犯罪都必須依法受到懲處 駐右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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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右燈